大家好,我现在在敦化火车站 今天从这里乘车出发去长春 现在已经下雨了,我得赶紧走快一点 敦化站,前面有很多同学们 估计是不是出去游玩 哎呀,刚一下出租车就下雨下大了 他这个出租车不能直接打到门口 所以说要走过来大概连百米 好,进站就好了 进站之前再看一下敦化 这边写着欢迎回家 这个地方是我一直想来的地方 也终于来了,找到了当年的新兵营 也算是完成了一个梦想 也去了长白山脚下 看到了秋沙鸭 所以说这次敦化之行还是非常圆满的 好了,我要进站了 已经进站了 找一个空的地方稍坐休息 就是敦化站的设计的时候 应该稍微建大一点 已经到站台了 我就发现敦化这边 我每次来坐火车 这个人都特别多 说明这边的游客量大 因为它这个位置是处在一个 非常好的位置上 到长白山的 到长春的 到延吉的 还有到浑春 那个方向 差不多都要经过这边 所以说 这边游客量特别的大 今天这个车又是 它不停在这个正中间 它非要填在边上 这样我们就要走很远 车还没来 你看一下这个游客量多少 这就是暑假 出来旅游的这个高峰期 全家总动员嘛 小朋友 学生 这个 所以说人特别的多 看一下今天外面 今天外面空气质量 东华这边空气质量 没得说 好得不得了 车来了 今天上车的人是特别多 我上次去长白山也是这样 人多得不得了 列车缓缓进站 这是发往长春的 这些应该都是出来游玩的 从长白山回来的 也有从延吉方向回来的 回长春 特别的多 然后东北这边的这个 动车高铁和南方的不一样 它都是 架厚的 因为它要保暖嘛 因为它冬天非常的冷 所以它这个车体的宽度 包括这个窗户的这个厚度 都不一样 它这边的房子 跟我们南方的房子的窗户 也是不一样的 都是架厚的 这样可以起到更好的 保暖的效果 已经离开敦化了 正在去往长春的路上 下一站是吉林站 吉林我已经玩过五天了 那就直接去长春 看一下远处的山 特别漂亮 这个云就在山顶上 像仙境 现在路过的这吉林 看一下美丽的松花江 远处还有太阳 这个城市还是非常漂亮的 我在这边玩了五天 已经到达长春 外面的温度大概是22度 非常的凉爽 那边远处有一个横跨铁路的斜拉索桥 长春是吉林的省会 进站了 这个是和谐号 远处刚才还有一个大青虫列车 下车了 已经到达长春站 这里是这趟车的终点站 全部下车 人特别的多 我刚才上了个厕所 他们还没能全部下完 厉害呀 好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